在一国两制之下 我们享有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的优势 也应做一国资本香港青年公务员 可以用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 承担国家的国际义务 共享国家在国际地位 日渐提升的光荣 也应做一两制之力 香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培育出 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青年人才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 一国两制是香港最大的优势 而且国家对于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已 我和特区政府 无论在应对禁约的社会事件 一直在未来的市政中 都会坚决维护一国两制 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 一国两制也让香港可以继续积极地开展对外交往 在参与国际组织和会议方面 截止到今年6月底 特区政府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了超过220个不同 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 也以中国代表团成员或者是中央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 允许的身份参加了超过30个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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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